大家好 歡迎繼續回到這個《芒向快報》的時間 今天是2020年8月23日星期日的時間 這集繼續有我許樂山 還有澳洲真BC隱藏小金魚 你好大家好才智珍的好 還有有機青瓜仔紐西蘭出品耳德太陽 大家好 還有準備有機會疑似為大家表演的小白熊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很多網友說17萬訂閱是不是社長有表演 我們經常都推了社長出來表演 好的不同不好的 社長都是《芒向貝窩盒》 貝窩小白熊 小白熊的貨在那裡揹著 重了 有些輕一點的 好了 記得like這段影片 留下言 最緊要訂閱網上片一部YouTube Channel 靜向部曬冷氣 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點贊 還有希望各位網友 真是可以留個言 探探社長 有時候可能有這麼大的人探 有時候禮多就是人不怪 大家互相發放一下正能量 是不是也是一個好事呢 是 好了 我們這一節不是講一下正能量 有些人在社會上發放負能量相當多 這些網友大家都知道 每天都在說 還是怎樣 我們先插開一點點 最近又將陳同學和周同學的事 又拿出來說 為什麼呢 這裡都希望可以借一點點位 因為現在陳同學 就是那個女同學的自殺事件 又那個死因研究庭正式開庭 接下來會有十天左右 有些人開始說得很呱呱吵 因為其實陳同學的媽媽 之前已經就著這個死因研究庭 已經覺得又在那裡煩 希望不要拿她的女兒的事情 來呱呱吵 做一些政治炒作 可以還她們一個寧靜 還是怎樣的 他自己之前都說過 如果你們再這樣吵下去 即連她在天的女兒 都會覺得你們這群人很吵 那好吧 人家媽媽這樣說的時候 跟著這群黃人說 這個說出來一定是假的 這個媽媽 不是她媽媽來的 你這樣也可以 人家媽媽想說什麼 你都可以說 如果她媽媽說一些你不合聽的話 就說你是假的 這樣也可以 你不要那麼離譜 大家要明白這件事 這群人是瘋到這樣的 連人家媽媽 失去了一個女兒 已經很慘了 為止那個女兒 說一番的說話 都不行 希望還女兒一番寧靜 都不行 你想想想 這群人很恐怖 有她說 沒有人說到這樣 我們說一下這次的主題 哇 相當之精彩 這個言任的問題 之前很穩不穩 就想著 大家都明白 其實那群人做開這些叫做民調 很多時候都是找中庭調 誰知道這次找了一個叫做中建華 我們之前都說過 叫做香港民意 香港民意研究什麼什麼的總監 我們都說 因為一看到她的造型 我們都說 她是來研究還是被人研究那隻 大家記得嗎 我們之前有一節 我們都疑似 那一節叫做鬼打鬼的 哪一天 我們都不記得了 有芒果佬 李卓害人 走去對談 說不知道 黃毓民 霉光反照搖鏡 大家找回那節都會聽得到 那鍾建華 其實我很少聽到她的訪問 或者她直接說一段 因為有時候看一些報道 你不太知道那個人說話的邏輯 因為有時候可能那個人說的東西不太清楚 經過一些記者或者一些編輯 聽得不太明白 可能回去再聽一次再組織 然後再寫出來 那些好像有些組織 那一節就在這個事點的時候 哇 她在說話的時候真的露底 她應該不再適合做這個研究所的總監 她應該趕快被人研究 那時候創出了一件事叫做中介議會 你這樣都可以說的 我們那時候一聽到這個 什麼中介議會 什麼傳遞訊息出外面 這些我們已經可以直接斷定這個低能 那就好了 是啊 不過她還有一個人我想說一說 除了鍾庭耀之外 有一個人叫梁啟智 她這個人其實很熟 我記得她就是反高鐵的時候 她就給港台、無線、很多媒體去訪問她 當時他們反高鐵提出了一件事 就是說這條高鐵總站站站在錦上路就很好 沒有必要站在西九的 她那時候就懶惰是科學的 又說在高鐵站走過去 基鐵站要多少時間啊 什麼什麼什麼啊 可以省多少錢啊 是吧 是表面看是很科學 實際上是一點都不科學的 這條人 因為她不明白一個道理 就是 香港這種情況是怎麼說呢 是end of the line 就是最後的一個站 基本上是高鐵 香港建高鐵就是接入國內的高鐵系統 那你如果是最後一個點的話 其實建在中心地帶就絕對比建在一個郊區好很多 這個跟國內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她就用國內那個 為什麼不是建在新區啊 那些情況來比較 其實國內那個情況和香港的情況是很不一樣的 嗯 從我的角度來看 就是那時候為什麼會建在西九 我反而會拍手呢 因為已經 剛才的細章說過了 國內那個高鐵已經發展到這個程度 和高鐵站的原線已經是那個配套了 大家 就是我不知道梁啟智有沒有上去 那你見到的話 其實已經人家的周邊的配套 已經七七八八八八九九 那些都 就是有不同的站 那當然有些站都還沒禁止 也有的 如果你作為香港 剛才阿聖說 喂 最搜尾門 還是怎樣 喂 你去到的時候原來這麼荒涼 是不是 那不行的 那你當然要 一去到要接軌 那別人下來的時候 那可能你說 ICC很方便 就是你直接 那你應該坐ICC在隔壁 可以做一個配套 是 做辦公室 那已經搞定了 你還要去什麼 那朱凱迪 以前是香瓜 是很搞笑的 他講的那些 其實是一個 因為他讀翻書 其實 是一個生意生財工具 這條高鐵是 就是 給源源不絕的內地人 來香港做一些金融有關的事情 那你怎麼可能建在錦上路 你叫他們來轉車呢 是嗎 其實是荒謬到極點的 他們想的事情 就是他們根本 想的事情都不知道 腦子的生在哪裏 應該這樣說 是不夠時間 讓你再慢慢建 就是將這個 接著你 哇 那裡 叫做 錦上路那裡 那一帶再建好的 那就發達了 那就刺激到那邊那一帶 到時候有什麼收地 又不知道多少個朱凱迪 其實還有一個論述的 他說西鐵是還沒滿的 那時候 他只看當時是還沒滿的 但是現在西鐵 大家知道 西鐵爆了 現在爆了 就是在元朗出來是沒有位置坐 不止 不止 也沒有位置站 那樣露出已經沒有位置坐 沒有位置坐 咦 社長可能 社長可能 台中可能沒看過那一則新聞 真BC可能想象不到 什麼沒有位置坐 我不是很明白 你有沒有見過呢 之前有一宗新聞很有趣的 就是叫做 登報紙請人幫你在西鐵爆位 什麼 我有看過這件事 其實 其實 我自己覺得 幫卡牟的 其實巴士都是有位置坐的 你只要在總站上車 就一定有位置坐 但是你中途站上車 就99%都是沒有位置坐的 而且現在是迫爆了 因為 不好意思 我先說一件事 那個霸位是怎樣的 我怕那些網友不太明白 就是有個女士 她登報紙 就說請人幫她霸位 那是怎樣的 她說她自己在美孚站上車 每次在美孚站上車的時候 一上到西鐵爆了 站不到 沒有位置坐 又覺得很辛苦 她又去到香港站 所以她就說 可不可以請人幫她霸位置 到美孚站的時候 就站起來讓她坐 就行了 都不是說沒有道理的 可能社長 我們想想一個女士 要由那裡站到出香港站 香港站要霸位 又要走回上中環站 再走回去上班 其實如果這樣算 很累了吧 未開工就已經很累了 對於這類型的女士 都可以玩個社會的悲歌 因為剛才說的這位梁先生 其實包括很多人 支持她的人 她說外國都是在郊區建過站 那剛才社長說出了盲點 其實外國是跟香港是有差距的 就是那個發展的target 或者是 為什麼要發展高鐵是不同的 那她就說 外國都是 就是Urbanization的那些計劃 都是好像猩猩一樣 延出去 是不是 但是 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社長就說的 因為其實 她是想令到內地的人 是直接可以 近一些市區去做她想做的事情 就是大家是交流 無論經濟上 你文化上交流 是希望這樣的 那你站到山卡拉 那麼遠 好像有些不是 不方便 真的 是啊 那講一點點 梁啟子 其實原來跟鍾建華 都是有差距的 是嗎 因為她都是 這些談香港文言裡面的 叫做一部分 好像不知道什麼榮譽 嘟嘟嘟的 什麼 什麼 她跟另外一個人還有 那個人 那個人真的叫做人 叫做坦克人 因為她是工黨的 梁啟子 那時候她都相當支持工黨 你想想 再支持工黨 然後又貼上鍾建華 還是怎樣的 我們今次就說這個 什麼 不是奶醬多 智醬多 這個大家 這個多詩 哈哈 那大家 就不得而知了 那為什麼呢 我覺得這麼好笑呢 就是你們創出了這個叫做 中介議會 就是說什麼 將議會裡面的訊息 帶回到民間 小鬼你帶什麼 都說過很多次 是不是 順風速遞 你以為現在送文件 是不是 十萬元一個月 就是十萬元 基本上十萬元一個月 沒緊張貼 請你回來傳遞訊息 你都瘋了 不如找一隻白假報告 是不是 老師說請個人故意傳遞訊息 之後他們 辭職即得 一個人去拿所有的訊息回來 我們再研究就可以了 這樣嗎 馬仔也好像這麼長 馬仔也有十萬元一個月 沒有 幫我們傳遞訊息 這個叫做 鍾建華接受了一篇訪問 真是相當精彩 這個 什麼民調 什麼民調組織 不知所謂 原來裡面做的 真是烏梨馬叉 他不解釋 一解釋 都不用百幾課 真是太誇張了 他原來之前 搞那些叫做調查 就搞了一件叫做 意見群組 意見群組是什麼呢 其實 詳細我們就不解釋了 意見群組 是調查裡面的一個技巧 不過你不會一開一口 就打開一口 是呀 我們有意見群組在裡面的 這樣四處說 如果這樣說的話 那些人就懂得去 怎樣看著你那個 民調 來組織一堆人 再去回答這些 好了 接著去領了 這一方面 領完之後 然後呢 又怎樣呢 其實呢 我們之後 都明白到 有些人在那裡搞搞震 還是怎樣的 我們呢 目標 都用一個叫做科學化的方法 去搞定它 還是怎樣的 他說 原來呢 就在他的系統裡面 就找到一些資料不齊全 或者可能是虛假 你怎樣知道是不是虛假呢 是不是呢 除非好像我太假一些 之前在某些叫做聯署那裡 就寫了馬來勁 但是那個電話就打了 可能打了我自己的電話 那個電話就要少了個數字 都可以的 那這些聯署究竟是不是 又成為200萬個聯署的部分 這個不得而知 那就是虛假啦 什麼重複作答啦 那都會刪除還是怎樣的 他說原本呢 有六萬多人提交這個調查 那到最後經他篩選之後呢 就篩剩了兩萬多人 但是呢 已經是給之前呢 什麼叫我們香港人的意見群組 去調查回應人數呢 已經是三倍了 他就證明了大家相當關注這件事 蛤? 你說你們有二百萬人的喔 那些什麼出來遊行的那些 那些小朋友啊 古靈精怪啊 其他 不知道啦 什麼流水式也好 也好 那六萬個調查 即收到六萬幾個調查 有沒有少一些啊 你真是不知所謂 那麽跟著呢 跟著呢 又說繼續啦 要去再做這些 那些 搞一堆東西啦 好啦 跟著又說 到時對他那些什麼群組調查的數據 又說什麼 有些什麼 加權 加權數據在裡面 跟著又要用些什麼方程式去做 這裏呢 你不需要說給人知道太多的 不過呢 最聽到最震驚的就是那些什麼數字 原來呢 到後期呢 他們那個電話訪問呢 只不過是只有1000人啦 好啦 你說喂 民主黨呢 他這壇東西呢 或者這個叫做泛步派呢 他們搞這壇叫做 羅興敏呢 拿到些民意 去 給不給他們 即覺得他們應該繼續延任呢 這個風波呢 我覺得挺好笑的 那時候呢 他們搞這些叫做初選 有什麼叫做 六十幾萬人啦 就相當有代表性啦 大家記得嗎 那個所以 那幫叫做什麼 素人呢 初選那些什麼 超區坦克車那些騎來怪呢 就經常覺得 六十幾萬去投過他們的人 即是有份啦 投過他們的人 就覺得 喂搞錯啊 真的不尊重他們 一變成一個民意調查 嗯 那其實是否應該 喂 不要搞這些叫做 民意調查啦 即什麼打電話也好 上網也好 不如搞一次 即他們的某程式的角度 他們希望不如搞一次 要發動了這麼多票的 這樣才像樣的嘛 那有些就會這樣的想法啦 當然啦 民主黨 他們那些泛部派來講啦 例如公民黨啦 現在都騎結了下去 民主黨的這個民調裡面 即是想分一杯羹的嘛 在這裡 即是利用這個數據一起啦 那變相呢 他們當然的目標是將那個 收集回來的那個人數的那個數字 即那個 那個接受調查的人數 有這麼少 都這麼少 然後還要叫這個鍾建華 設幾重保險下去 不斷篩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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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篩了很多人去 剩下到時候那一堆 原來呢 然後他又做到一堆 出來的數據 竟然都是希望我們走的多 哇 我笑到頭很痛 嗯 因為其實他們吹雞嘛 其實 老實說老蕭是有影響力的 他在他自己台上吹雞 說 表達意見 大家 表達意見 就是要支持他 支持他 那他支持 走的嘛 那些人就去 那其實 老實說 老蕭有六十幾萬訂戶 那百分之十的人響應的話 那其實都是一條數來的 嗯 嗯 那也是 那就是老蕭把這個民調 那個 影響了這個民調的結果 是不是 某程度上有機會 可以這樣說 因為其實 師徒對決 就是老蕭對劉世良 那 劉世良很多事情都是老蕭灌頂的 那如果老蕭真的要 啊 眼罰朝中 應該最後都回到他那裡 一掌去天靈蓋打下去 你這個叛徒 是啊 就是他都感受到 就是黃毓民那時候 被老蕭都譴責過很多次 嘛 公開前面罵他 是啊 到時候 咦 芒果佬那時候 黃毓民都被人罵過什麼半變 有很多人反他 還是怎樣 今天就到蕭若元了 是啊 是啊 但黃毓民那時候 都會罵老蕭的 老蕭 老二八 打得了你 雖然大家年紀都差不多幾多 現在其實他們兩種聲音 但是兩大黨 公主兩黨 其實他們 大家知道 其實流的 是他們主流來的 去的當然是那個 朱議員 還有陳議員 那我們繼續說一下 這個鍾建華 在這個 叫做 訪問裡面 最後 為什麼 說人家智障多 還是怎樣 真的相當多 剛才 謝長一拖手 已經說了 在他這個 香港民意那裡 就有這個 梁啟智 這個 也是一個 結出人才 這個就相當創意了 哈哈 其實這個人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他 會有這麼多人去訪問他 尤其是在反高鐵 就是剛才我覺得 用反高鐵來做例子 其實 之前這個人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做過什麼 就是我第一次 見這個人 就是在反高鐵那裡 見到這個人 他在大學教書 其實他 在大學教書 其實他最出名 就是 就被什麼什麼力量支持者罵 因為其實他就在 11年的時候 就在明報道說 應該被外傭家庭 是有這個居港權的 所以 被人罵他 其實他在大學教書 這個是這樣的 還有他就 為什麼他這麼多人訪問他 其實因為他學歷都很高 就是這個 明里蘇達大學地理學 博士來的 他現在是專攻 就是城市地理的 那就糟糕了 其實 明里蘇達州最大的城市 就在那裡 是不是明里亞波尼斯 是啊 但是明里亞波尼斯的人口 他不知道只有香港的幾分之一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憑記憶真的不敢 我真的不敢說實 不過 他講的話 有很多都是不適合實際的 而且他是嚴重低估了 他講反對高鐵其實嚴重 低估了西鐵原線人口的上升 西鐵原線其實那個人口上升得很快 在過去那十年 我覺得起碼 其實我沒有數據在手 只有坐車的經驗 在西鐵和去元朗的巴士 或者在元朗出來的巴士 有坐車的經驗 其實過去十年 原線是多了很多人坐車 你看那些住宅就知道 你看看 Yohotown 初初有幾棟東西 又Yohomitown 又Yohomo 那些 對嗎 對 你看完善的物業 你都知道已經變化有多大 對嗎 要想清楚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不過也要講一下 鍾建華的什麼創意 然後他又搞笑 他說這個民調還是怎樣 市民究竟是不接受也好 還是怎樣也好 沒有辦法 或者認為民選議員 就應該拒絕參加這個臨時立法會 不過再這樣搞下去 可能會出現一些叫做災難性的後果 他都絕對同意和明白 但是又在這個道德原則上 政治理念上 他反對這個立法會 其實也是很合理的 那你真是怎樣 特區政府和這個北京當局的做法 根本就是毫無 無法無拘 又是破壞香港的制度 還是怎樣 大壞憲政跌了 進一步製造社會撕裂 應該受到譴責 那你不要做這個民調 不如叫你們不要去做 就是不要進去做 是吧 那他又說 什麼政權呢 就一而再 再而三 香港就越來越多人 就已經覺得策略 和這個務實的考慮不再重要了 有些人就會傾向這個 叫做攬炒 那你這個民調呢 不如不用做了好嗎 就是你都覺得這個叫做 臨時立法會是這麼可恥的事情 是不是呢 那他想起更好笑 他說 那麼多人都認為這個民選議員 是不應該加入這個立法會的話 那如果你出了這個民調的話 那你是不是 你看個數據 就好像梁啟致那樣 你看個數據 見那個百分比真的的 市民調查員 你篩選過之後 他們真的覺得 不要去這個立法會 那我就叫他們不要去 不是喔 現在回來 不如再設定另一個龍門 才再做多次調查 這不知所謂 很多人都認為不應該加入這個立法會 但其實都不一定顯示市民 對於這個議員 加入這個立法會是厭惡的 那你這個調查是準還是不準的 其實他就不斷搬龍門 就是替個小孩 就是我們讀大學的時候做這些實驗 真B師可以解釋一下 就是你一定要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要定了那個做實驗的方法 如果那個實驗方法錯了的話 你要從頭來過的 你不可以說我做了一次是這樣 另外一次是這樣 然後加上兩個就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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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的喔 就是如果最初你發現了 你那個實驗是錯的 就是那個方法是錯的 但是現在他們其實就是 最初的時候呢 那個實驗的方法呢 其實是沒有錯的 但是他對這個實驗的結果不滿意 所以他就要再做一次實驗 就是這樣 現在就再出千百個例子 就是最後補了這一票就是這樣 就算選民 這一叫做調查的對象說 不應該再加入這個立法會 不過也不一定的 所以又被我嚇一跳 那你做什麼呢 然後他就說出現這個情況 究竟說 香港的制度基礎已經搖搖欲罪了 真正感到可恥的 究竟是誰呢 就是這群泛部派 是不是呢 你自己搞出來的 滿天神佛這些事情 那好吧 我們今節呢 時間呢 暫時來到這裡先 我們有機會再看他們那個 民調究竟是怎樣 我覺得真的相當之有創意 這樣收回來再搞 收回來再搞都可以 那好吧 暫時來到這裡先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